那位川普最近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 简直就成了俄罗斯的代言人 成了普京的传声筒 他大肆的唱衰 乌克兰人民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百般辩解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造谣声势 例如他说什么 俄罗斯军队那是铜枪铁壁 乌克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反攻 乌克兰人根本是打不赢的 肯定要输的 因此你乖乖的承认 克里米亚可惜他一些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那就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没有全部吞并你乌克兰 那就算你幸运了 你想这川普什么论调 第一 他违反美国的第一原则 立国精神自由民主的原则 吹捧一个独裁恶棍 这普京是什么人呢 在国内玩二人赚善权 暗杀反对派 已经堕了成一个独裁恶棍了 川普专门对他显媚 力挺他 为他张怒 第二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以说是 践踏了联合国宪章 践踏了国际关系的底线 那么应该说是天下共讨之 而你川普作为美国的前总统 作为一位政治家 你居然支持俄罗斯这种侵略行径 你唱衰反侵略的乌克兰人民 你的良知何在 你如此的替俄罗斯张目 俄罗斯三天拿下基辅啊 现在已经六百天了 你这么的唱衰乌克兰人民 乌克兰的大反攻 巴哈木特已经取了突破性的进展了 如此的罔顾事实 当然可能出于某种选举需要 选战需要 出于选战需要 就如此的魅良心 如此的丧失良知 如此的践踏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 这种人怎么能再当选美国总统呢 因此啊 我强烈呼吁啊 美国人民 千万不能再选择川普 做你们的领导人啊 那就把美国带到一条 非常危险的道路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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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